想教育出招人改建的孩子,家教是很重要的,如果孩子在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,很多人就会说,有些家庭里还会有家规,对于家规,各家有各家的不同。 下面就给大家说说,日本是怎么教育出有教养的孩子,而且孩子特别有礼貌。 一,见到熟悉的人必须先打招呼,受到别人任何恩惠和帮助,必须口头或者书面表示感谢,做了给别人些麻烦的事情,一定到场道歉。 二,在公共场合除了可以放开娃的地方,说话音量控制,再不让第三个人听到,做事不能随心所欲,从小学会考虑他人感受,不愿意告诉爸爸的事情,可以去告诉妈妈,不愿意告诉妈妈的事情,可以去告诉爸爸。 但是不能对两者都不说,要让孩子知道,爸爸和妈妈都是最亲近,最值得信赖的人,耐心的痛苦可以不必独自忍受。 四,诚实是最悠然的品格,不许发谎骗人,失去朋友,家人最宝贵的信任,会让你后悔一生。 八,任何食物和东西都是有生命的,绝对不能想吃就吃。 四,想扔就扔,这样是不好的习惯。 九,必要是遵从集体和权威的意见,但是内心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想法。 十,用不着刻意和别人比较,就像名字,长相各不相同一样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世界才这样丰富和有趣,人生才这样多彩。 但是,当你感觉到危险和有必要的时候,你可以无视对方。 大声的喊叫,噪,咬人,疮眼睛,偷东西,打坏,任何重要的东西。 你听过的任何规矩都不用遵守,因为你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